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总是喜欢指点别人 后来经历世事才发现 觉醒的人 百分之一是靠别人提醒 百分之九十九靠的是社会的千刀万寡 所以奉劝大家 千万不要轻易度一个人 就算你认知已经很高 也不能轻易唤醒一个人 因为绝大部分人活着都是为了睡得更香 而不是为了觉醒 包括你的兄弟姐妹和父母 也不一定非要去唤醒他们 每个人都需要去经历 需要自己悟 不要随意干扰 要允许别人做别人 允许自己做自己 而不是互相强加和消耗 告诉大家一个很残忍的真相 当你的认知超出了对方 他就会本能地防卫和抵抗 因为每个人都在证明自己是对的 自己的尊严不可被侵犯 正所谓天雨虽广 不润无根之草 烂泥爬得好好的 你非要给他扶上墙 闲鱼躺得好好的 你非要给他翻个身 朽木活得好好的 你非要把他叼成财 这究竟是他们的错 还是你的错 试图去改变别人 纠正别人 唤醒别人 是一个人最大的执念 自己执念那么重 还要劝他人放下 自己不醒悟 怎么度他人 他人若醒悟 何须你来度 允许身边的人犯错 看住他们接受惩罚 是一个人最大的慈悲 哪怕是亲近的 如朋友 恋人 父母 都不要试图改变他们 否则你会掉进去 出不来 看住身边人接受惩罚 不去打扰别人的因果 是一个人最大的智慧 他们有他们的因果 你有你的因果 别人做得不够好 是别人的事 他们自然会有相应的惩罚 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每一分不到位的地方 都会反映到 我们最终的结果上 丝毫不差 因此我们的经历太宝贵 请把所有经历 用在自己身上 包括提醒自己 管理自己 提升自己 教育人是学校的事 改造人是社会的事 成年人 只能筛选 不能去改变 只能自己悟 不能人来度 吃亏和吃饭一样 吃多了 自然会成长 一个人成熟的标志 就是明白 自己改变不了任何人 无论你多么真心地想帮助别人 无论对方跟你关系多么密切 无论他多么需要你帮助 你都必须明白这个道理 你改变不了任何人 除非他自己 发自内心地想改变自己 然后你也能起到一个推动作用 或者给对方一个启示 请记住 一个人能改变自己的 永远只有他自己 甚至包括你的父母 你的兄弟姐妹 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 但当你想改变他们的时候 你照样有心无力 除非对方忽然有了强烈的改变意愿 你才可以小心翼翼地帮助他们改变 但是在改变这件事上 当事人永远都是主角 我们只是配角 如果对方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 请千万不要主动热心地帮他们改变 因为好心未必有好结果 好人未必有好报 你所能做的 就是让他们认为你是无害的 善良的 热情的 甚至你要学会附和他们 人各有志 人各有路 别人的路 你改不了自己的路 自己走好 在什么情况下 可以去改变一个人 以下三个前提 缺一不可 第一 对方已经迫切地想改变 第二 对方相信你能改变他 第三 对方愿意付出努力 三者缺一不可 否则就一笑而过 抬手相送 人在什么时候最清醒 事故降临后 东窗事发后 大祸临头后 重病缠身后 遭受失败后 撞到南墙后 人在什么时候最糊涂 彩票中奖时 春风得意时 来钱容易时 得权砖横时 被人追捧时 走狗屎运时 人就是这样 要么因为彻底的失去 而变清醒 要么因为莫名的得道 而糊涂 一个人要多大的福德 才能被唤醒 你又背负了多大使命 才敢去唤醒这些沉睡的人 盲目叫醒一个沉睡的人 你不仅叫不醒他 他还觉得你扰了他的清梦 记恨你一辈子 克制自己改变别人的欲望 是成年人的最高修养 比你聪明的人 会认为你是错的 比你笨的人 也会认为你是错的 世界万般苦 各有各的苦 人在什么时候会大彻大悟 常言道 不撞南墙不回头 不见棺材不掉泪 绝处才能逢生 一个人只有被逼到绝路上 才能开悟 能说服一个人的 从来不是道理 而是南墙 能点醒一个人的 从来不是说教 而是磨难 只要当你爱错一个人 结错一次婚 生意场大病 生意忽然破产 或者生死别离时 你才能觉醒 那些大彻大悟之人 往往都曾无可救要过 都曾被彻底抛弃过 或者都有过最惨痛的经历 只是他们又爬了起来 苦到极致了 智慧就会生发 彻底死心了 觉悟就在内心生疼 记住 心不苦 则治不开 心不死 则道不生 允许别人去经历 去痛苦 去觉悟 管好自己 莫度他人 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 欢迎您加入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